升级一种思维方式可以提高我们思维的效率 今天聊四个高手都在用的思维模型 一、30秒电梯理论 这源自一个故事 麦肯锡曾经为一家大客户做咨询 项目结束后 该公司的董事长在电梯里见到了麦肯锡的负责人 董事长问 你能把现在的结果说一下吗 可悲的是 由于没有提前准备 项目负责人没有在电梯下降的30秒内叙述清楚 而失去了这家重要的客户 自此麦肯锡要求所有员工一定要掌握一种高效的沟通方法 即凡事都要在30秒内表达清楚 人们只会记住123条 不会记住456条 所以叙述任何事情都要归纳在3条以内 这就是著名的30秒电梯法则 二、毛定思维 有个著名的故事 一家杂志公司原来业绩平平 后来通过一个看似可有可无的小操作 营业额竟然一下子增长了43% 到底是什么深操作呢 这本杂志原来的售价是 订网页版为59美元 有68%的用户订阅 纸质版加网页版为125美元 有32%的用户订阅 后来杂志公司在报价中加了一条 订阅纸质版为125美元 聪明的我们一定会想 电子版59 纸质版125 而电子版和纸质版加一起也是125 那肯定买第三种啊 没错 修改后 纸质加网页的合定版销量大增 由原来的32% 暴涨为84% 这就是毛定效应 虽然增加的这条报价 订阅网页版125 看起来是多余的 没有人会傻到去订阅它 但恰恰是它起到了锚定作用 让我们内心觉得合定版本 性价比更高 三 时光机思维 它是由日本软银创始人 孙正义提出的 指不同国家发展程度不同 同一事物发展会有先后顺序 比如电器行业 开始在美国开展业务 后来逐渐成熟后 删入日本 再之后进入中国 最后进入印度等等 孙正义将这个思维应用得淋漓尽致 他当年投资马云 马云说需要2000万 但他投了8000万 当杨志远的雅虎 为200万挣扎时 孙正义投了一个亿 再后来 他预测到手机会成为手机和电脑的合成品 便投资了乔布斯 这些都让他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拥有时光机思维 可以按照经济发展规律 利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发展的不平衡来提前布局 就像坐上时空机穿越过去和未来 四反作用力 在物理学中力和反作用力是同时存在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 一个动作一个想法或者一个习惯 都会受到反作用力的影响 如何对待它有三种方式 一做之前不考虑太多 等反作用力来了 我们再补救 此为下策 二做事前充分考量 做好应对措施 当反作用力来临时 我们会应对自如 游刃有余 这是中策 三做事前不仅充分准备 提前预测 还能够借力打力 为自己赋能实现突破 此为上策 就像反脆弱中的一句话 风会熄灭蜡烛 但也能使火越烧越旺 好了 懂得更多的思维模型 能让我们更加有效率的思考 有收获记得点赞 我是灵修 我们下期见 拜拜